一年前 联合国各会员国共同通过了2030年可时区发展议程 它被叫做可持续发展目标或者SDGs 它向我们承诺了一个15年后的更好的未来 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关注于民主 它的目的是为可持续发展而促进和平和包容性的社会 并为所有人提供获取正义的机会 即在各级建立一个有效的 负责的和包容性的机构 这是各国取得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 民主的原则也像一根黄金线一样贯穿整个议程 无论是从人人都能获得的公益物到卫生保健和教育 还是到安全的居住地和体面的工作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he world will be as one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